我上班去了 那快去吧 别迟到 不是 你让小的一会儿开车送你多好 不用了那个 我有一个采访不顺路 我先走了 快去吧 路上小一点啊 爸 跟你商量个事 姐 我想跟爸商量个事 商量呗 我又不是外事 倒也是 我跟小米呢现在有个想法 我们俩想搬出去住 帮你丈母娘娘去啊 没门 不是 我怎么可能去丈母娘家住呢 是这样 我们俩想呢 出去 租个房子住 为啥呀 这房子就是给你俩买的 这才住了几天哪 你还要什么租房子住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 你看 你我小米 咱仨在这一个屋檐下 这住了也挺长时间了 是吧 彼此这性格那脾气 也都非常了解了 小米有的时候是有点任性 偶尔也不太懂事 没办法这也能理解 独生子女 有时候有点娇神怪养 但是她有一点好 因为我呀老批评她 我一批评她呢 她是续亲接受 但是这改起来不是一两天 就能改过来的事 所以呢 我就想跟她搬出去住 主要目的就是陪她改毛病 我就陪她改 这样你俩不觉得省心了吗 什么时候她改好了 我俩什么时候搬回来 她要改不好 我就陪她在外面改着 你那意思就是 永远改不好 就永远不过来住呗 我听明白了 你们俩想出去单过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那你俩也不用租房子 要租的话 我出去租房子住去 你俩在这儿住就行 那你俩还租什么房子 不是那哪行 这房子是你出钱买的 哪能让你跟我姐出去住啊 那再说那外面出房条件 肯定不如家里的好啊 别 你们别出去出房子住 咱爸也别 我出去 我看出来了 这是说给我听的 是不是小亮 不是我是跟爸商量这事 怎么不是啊 你肯定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完全听明白 那个我确实我得上班去了 快到点了 现在你跟姐姐说一说 我先上班去了 你你你你你 不是这么个事 你俩你说清楚 不是我这你真的听明白 不说清楚别走 我说清楚了都 你跑什么呀 你给我说清楚 我真没走我说清楚 我说清楚了 学会跟我玩轮子了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啊 陆月 干什么你别老羞 我命不过呀 哎 揪出 哎呀 他揪出纸了 空腾了吧 把他喝点 哎呦 小雪 哎 你这天天跟前跟后的干嘛呀这是 哎呀 金大夫刚来上班 走了一路 多渴呀 行行行 问你点正事啊 嗯 你们在北京现在是租的房 还是买的房呀 租的呀 你那房多少钱租的 四百 四百 你在哪儿租的 我也想到你那儿租一下去 真的呀 哎呦真好 我那下铺还空着呢 出门就是厕所 特别方便 要不我跟老板说一下 先给你把钱垫上 吴大夫 啊 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价格和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房子 我们家那附近如果要租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的话 怎么要三四千 这么贵啊 怎么了 哎呀 现在啊我爸跟我媳妇和我住在一块 这不最近我姐又从都没过来了吗 这四个人住一块 这生活习惯各方面这都 不方便你知道吧 所以我媳妇现在呢想让我租一套 我们俩俩出来住 刚刚结婚两个人还是应该过二十十戒 家里人口太多麻烦事多 下了班以后啊 我去我们家五月帮你看看 看有没有房子可以租 你就去我那儿住呗 我那儿多便宜啊 我睡下午啊 好呀 我怕你掉下来砸着我 爸 小亮你得说说他啊 那小时候跟我多好啊 这刚结婚没几天哪 就对我这样 还冲我大喊大叫的 我这不是落难啊 没地儿去才在这儿住 凭什么呀 我一来就外面租房子去 明摆着不想让我在这儿 你说这事儿 是不是小米在背后窜着的 你怎么这么事儿呢 怎么我多事儿了 人家都 人家都那态度了 我还不自觉点 你就踏踏实实地住 目前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那成 我给你消点水果去啊 那大新闻朋友爆料呢 这周末想不想跟我去拍 不去 去吧 我都得跟有一人跟我一块 没心情你自己去吧 带我去小白 带你去啊 带你去啊 带你去你拍不到 我能带你去吗 不可能 骗逼着我说英文 怎么样 跟你老爸说租房子的事儿了吗 别提了 这顿让我爸没训 我就说不说吧 你非逼着我说 什么事儿都得问他同不同意 一点自由都没有 你看你看你就别再发脾气了 行不行 咱俩再忍一忍好不好 好不好 那怎么着啊 你下班来不来接我啊 不一定 你这样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回去啊 好吧 好 大姐 大姐 你干吗呢 干吗呢 拖地呢 你这拖着我脚了 那你不会绕着走啊 行行行行 我绕着走 成天什么都不干 真以为自己大小姐呢 大姐 你说我呢 我正要你惹你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 我什么意思 我我没意思呀 你也别装 你们出去住这事儿 要不是你在背后窜的 小亮能这么做吗 我窜的什么呀 不是 这事儿是我们俩合计出来的 我们两个商量出来 是我们两个的事儿 跟你没关系啊 你们为什么出去租房子住啊 不就想把我给赶走吗 大姐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什么叫轰你走 是我们两个想搬出去 谁叫轰你走 你说什么我就得信什么呀 你俩说啥呢 他怎么了 不可以了 语音语 你要改心 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先先聊 我三个常览 什么字KA